剩下钱 供你把大修读完 你是个东西 摇强的孩子 从小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累 身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庭 是我和你爸对不起你 来生 再生一个好的家庭吧 你接到这封信后 不要难过 只要你好生休息 将来有足形 妈 死我 也就闭上烟了 妈 是我对不起你们 是我偷来了全家 妈 妈 妈 我走开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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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泪擦了 哪个中队的 零五中队二吧 要翻 为什么哭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跑在这儿哭 你还是个国防生吗 挺大一个小伙子 穿着军装跑在这儿哭 你不先丢人哪 连坚强都做不到 将来怎么当好军人 男人就得像个男人的样子 哭哭啼啼 赶紧回去 是 选陪伴赵主任捐的一千五 高三毛里干事隔一千 你 我的 谢谢 苏涵 替杨涵谢谢选配办的领导 这是我的 谢谢 我的 这是爱心大使唐公子 Calling 对不起啊 这是疾兰没告诉我 但是我们向选编班领导汇报 他们也做出决定 在权力同学当中为你捐款 不管怎么样 还是你妈妈的病情要解 她的命 总比你的面子重要 杨范 刚才有人找你你看见了吧 谁啊 是一女的 好像现在还在门口等你呢 那杀我的 你是小范吗 是杨范吗 爷 弟弟 我是你姐 我是姐啊 弟弟 终于找到你了 终于找到你了 我不是你弟弟 那么多年你去哪儿了 你不顾爸妈的死祸 连封信都没有 我不是你弟弟 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姐姐 小范 听姐说 听姐跟你解释 你不听 我没有姐姐 我姐姐已经死了 小范 听姐跟你说 小范 你不听我看我 你不听我说 我 我不听我听我 是在家里 你不听我听你 他不能来 你不听我 我得叫你 你不听我 他不听我 你不听我 你不听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芬 杨芬 外面那个女的 是你姐姐 杨芬 你抬起头 放过来 不管你认她也好 不认她也好 你都不应该躲着她不见她 她是个女人 女人在这世界上活着更不容易 她这么多年不跟家里人联系 肯定有她自己的朋友 你姐姐当年离家出走 肯定给你们家里人心理上带来很大的伤害 可她今天必定回来了 回来找她的亲人 你想一想 她这些年在外边肯定也不容易 她既然回来找你 就说明她没忘这份情情 她渴望这份情情 如果你不理她 那她不就绝望了吗 杨芬 你是国防生 再过一个月 你就是真正的军人了 应该拿出点军人的大度和气魄 即使你不认她 也应该问清楚 这当年离家出走的原因 这么多年 为什么不和家里人联系 弟弟 不要再叫我弟弟了 你曾经的亲人 他们都死了 从今往后 你自由了 连弟弟家里糟蹋你都没有回来 你现在还回来干什么 为什么还要回来这全家人心里的伤疤 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 你走 你走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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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也关起来她的大人不 Downtown 妈妈有病 你不是不知道 他们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 盼着你能替家里捡轻点腹的 你却离家出走 更可恶的是 你带走的话 准备给妈治病做手术 东挪西接来的那一万三千块钱 你就当我们都死了 再也不要回来 小凡 不管你能不能原谅我 你都听我把话说完 等我说完了你再走行吗 当年咱家穷 穷得在别人面前 我连都抬不起头来 我也是想改变当时的状况 才想着出去的 语言不通 没有亲人 我在街上流浪 捡过废品 打过黑拱 被人打过 也被人骗过 后来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我跟了一个比我大四十岁的有钱人 他不让我出去 也不让我跟家里人联系 每天我就像蹲监狱一样 待在那房间里 没有离开过房间半步 直到他死 我才获得了自由 这十二年里 我没有一天不想家 不想爸妈和你 这么多年 我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信念 那就是再苦 再累 受再大的屈辱 也要熬下去 活着回家 让爸妈和你 过上好日子 爸妈已经不认我了 如果你再不认我 在这世界上 我就没有亲人了 不认我 爹 好 您和您不认我 您不认我 还要不认账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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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小凡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姐 我没事 我这不挺好的吗 你别哭了 小凡 姐想跟你商量点事 你别哭了 小凡 你什么时候毕业 现在正在准备论文答辩 过了就可以了 我在回来之前 在国外给你报了一个名牌大学 我接你出去吧 咱们读研究生 读博士 怎么了 你不是从小就想当科学家吗 老王 门开了呢 自己进来吧 你说 你说一到吃饭点你就送这送那 今天我煮面条了 你不盯着犯罪嫌疑人 天天老盯着我干吗 你说工作还干吗 行了 这 conocKS 你的口 counsel不努力 大学呢 咱们事实有时候 叔叔 您怎么不说啊 说什么呀 千万不能告诉小婉啊 不能让她分心会影响学业的 等她毕了业慢慢告诉她吧 怎么有个糊味啊 我锅上做的面条呢快快快 你老吃面条怎么行啊 面条简单嘛 多没营养啊 我给你做饭去 姐 你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书吧 买书 师傅 这书是谁要你送来的 管理员 您好 是我撕了你们的书 我错了 我请人将这些新书送给你们 以表达我心中的歉意 对不起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呢 我想跟你说点事 说 我今天去苏涵家看她爸爸了 她坐轮椅了 什么 都怎么回事啊 执行任务的时候 未救人只从五楼上摔下去了 高位结瘫 这么严重呢 苏涵她知道吗 怕影响她学习 没告诉她 老公 苏涵不在 我们应该替她照顾叔叔 对啊 我们不照顾谁照顾她呀 这事不用跟我商量吗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这 这这么严重呢 叔叔 嗯 是吗 我跟沈哥商量 我跟沈哥商量